高僧谈虚法师的故事 旺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我们所说当代的一些高僧大德的洪化姻缘 也不知道为什么 基本上都是陷在长江以南 即使有出生在北方的 后来也多转移到南方去洪化 像比如说印光大师 红一大师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大德 可以说在民国年间 称气中国北部 特别是东北一带佛教事业的第一人 就是有名的大德谭虚法师 谭虚法师的出生也是很奇异 他妈妈梦见一个范僧前来投诉 就长得印度样子的和尚 那么他就出生了 四五岁的时候 他妈妈又梦见很多的僧人在诵经 他自己的儿子也成了一个僧人的形象 穿着僧衣和大家在一起 所以他自己也从小就知道自己好像是一个出家的命 但是一直姻缘没有成熟 到43岁了才出家为僧 谭虚法师接触佛法的姻缘很奇特 据他自己说 就是因为怕死 怎么也找不着一个不死的法子 但是为什么怕死 因为他从小到大就亲眼看过很多人的死 再一个他说他自己也真正的死过一次 因为他还成过家吗 17岁的时候结婚没几天 家乡就闹瘟疫 只要有人拉肚子 拉不了两天就死了 那么有一天他从朋友家里面回来 也感觉到肚子疼 没有多久就疼死过去了 感觉到自己的神识一样的 飘飘呼呼的就被两个鬼给嫁到阴间来 见到阎罗王了 当时他还跟阎网辩论起来 辩论什么呢 可能在当时东北民间也有一些信仰 甚至各种各样这样所谓的经 他说我听人说诵经增寿 所以说村里边有人送我一部经 叫高王观世阴经 我请了一部回来 我送了一千遍了 他就问阎网说 难道我这些经是白送了吗 阎网说 不白送 说你本来17岁就该死了 结果送的给你阎五年寿 那么他就跟阎网又提要求说 那我回去继续送经 继续延长我的寿命 不是也行吗 阎网听了还有点不赞成 说只送这种经不行 可能真的是其中有一些因缘奥妙 他就赶紧接上来说 那你放我回去的话 我每天送十部金刚经 入了正道了 其实他当时只是听过有金刚经这个名字 根本不知道金刚经在讲什么 结果这个阎网老爷还答应了 就请带他来的那两个鬼就又送他回去了 跋山涉水的到了他家 他反而把他家里的情形看了个一清二楚 他看到自己的尸体在那炕上已经躺着 一清二楚看得见 他的母亲正在旁边守着在哭 两个鬼把他给一推说还养吧 他就又活过来 经历了这么一次起死回生以后 谭虚法师对自己的生死开始产生疑情了 人为什么生 为什么要死 而且他一直惦记着22岁还得死的事情 就是想找不死的方法 那么他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叫 除了送金刚经之外 还研究了好多外道 什么炼丹 点翘 运气啊等等 都搞过 后来他觉得这些东西不是骗人的就是不究竟的 就全放弃了 跟几个同道中人更上了正道了 开始研习冷严经 慢慢走上了出家修行的道路 这个确实要等到因缘成熟 他出家的时候人到中年了43岁 家也有妻儿老小有好几口 他出家的时候 他还说他自己要回老家去修坟 编了个善意的谎言 很下心肠 这么一走了之 当时也很难舍 据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走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妻子 丈夫出去没办法 又嫁人了 改嫁了 他就心里觉得 那我的妻子也可能到时候会改嫁 但是他说别人的妻子能改嫁 我的妻子为什么不能改嫁 放下吧 放下吧 所以说出家是大丈夫之事 一走走了三四年 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和尚了 他出家前的妻子一看他进门就放声大哭 一直哭到没有力气再哭了 他才开口劝导 他要读话他们吗 他跟他说 如果我突然病死了 你和孩子们还不是得继续活吗 就像咱们刚结婚的时候 我不是突然也死了吗 那时候死了就死了 你不也得接受吗 然后就给他讲人生之苦 生老病死 既然跟谭虚法师有夫妻的姻缘 说明过去也是很有上根的人 听着听着气就消了 还接受谭虚法师的劝导开始念佛 后来因为孩子们从小就长在这样的佛华家庭里 她的两个儿子都相继出家修道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她的这个妻子真的是一位善女人 念了七八年佛 最后一次见法师的时候还特意感谢她 说如果不是作为她过去丈夫的劝导 她在漫漫长夜中还不知道什么是苦 而天天在受苦 现在她觉得真的是苦不堪言 希望早早到极恶世界去 往生的前两三天就稍微生了一点病 小样 走的时候就从床上坐起来 和掌念阿弥陀佛 安然往生的 谭虚法师一生也是走南闯北 红化四方 虽然她出家晚 但是她学教讲经一点都没落下 兴建寺院 培养僧才都在干 她光一辈子设的佛学院就有13座佛学院 她造就了很多的僧才 和成就人出家 当然了她的人生经历 也映射出当时民国年间的这种艰辛和佛教的一种衰微吧 所以她后来有一本自传 非常的感人 也很接地气 到时诸位听闻了以后不妨去看看这部影尘回忆录 这是她的弟子根据老和尚的讲述结成的 非常感人 特别是里面还记载了她在几个地方亲自经历的念佛往生的故事 而且每个人都走得非常洒脱 老和尚自己也是一个悉心净土的念佛人 89岁的那一年 在大众的念佛声中结佳夫作 安然往生 那就跟她的这一世的妻子情缘也了了 都是安然往生 我们常说的 这一世是火宅伴侣 那么下一世就是法成至亲 全凭一句 那我阿弥陀佛成就